好 再来看到台南市市长赖清德 因为不满议长李全教涉嫌会选 已经有209天没有进议会了 昨天的监察院以7比2通过了赖清德弹劾案 让律委们大喊监察院介入政治力 选择性犯不公 不过呢 倒是有学者认为 这个弹劾案对赖清德不会有实质影响 反倒是一个契机 让赖清德可以重返议会 有望解开跟李全教的僵局 但是呢 这看在律营立委眼里 则是认为 以赖清德的个性绝对不会妥协 进议会言之过早 台南市长赖清德 因为不满议长李全教涉会选 209天未进议会 4号监察院以7比2选书票数 通过赖清德弹劾案 投下政坛震撼弹 人气很高 那监察院弹劾他的人都有问题 这个 其实我想选民自由攻断 我觉得监察院的弹劾呢 只是政治动作 只是打手 国民党对他任何的政治上的破坏 只会让赖清德更得到广大名利的支持 在街蓝绿政治波澜 自家立委力挺到底 痛批监察院参入政治力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 弹劾案事实上对赖清德没有实质影响 只是技术性警告 反而是为赖清德找到台阶 再进议会 渴望化解于李全教的僵局 赖清德这八个月来就是把他跟李全教议长选举的私人恩怨 无限上纲 这一次监察院的弹劾也可以视为一个私人恩怨的宗旨 是应该进议会的时候 如果用这种政治类似政治清算的一个小动作 我觉得其实他是不容易轻易妥协的 要两人有转环空间 绿委眼里看来完全不可能 赖清德遭弹劾 轻则申戒 最重可能遭到撤职 赖清德回应会坦然面对 但若真的面临撤职处分 外界认为可能会计划蔡赖配当副手的可能性 赖清德回应谈得太遥远 赖神淡定 处置泰然 不甩奸怨弹劾 仍旧坚持不进议会 持续抗争 欢迎新闻赖韩谈英的台北采访报道